Omicron变种病毒步步逼近 邻国新加坡目前已经通报至少71宗Omicron病例 其中有65宗属于境外输入 随着Omicron的境外输入病例不断增加 新加坡政府将会更严格的执行 对马兴旅游通道VTL旅客的检测要求 所有的旅客必须要每天接受检测 只有结果成阴性才能够外出 否则的话将会面对执法行动 除了加强对旅客的检测要求之外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也同时宣布 停止售卖12月23号到明年1月20号的VTL机票和80票 我国卫生部长凯里今天下午发文告指出 VTL计划的机票和80票将会根据马兴两国 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进行风险评估之后 在明年1月21号重新开放销售 但是售票的配额将会少过现有的配额 至于已经买了VTL车票或者是机票的旅客 也不需要太过担心 因为你们还是可以通过VTL继续形成的 原本以为开通马兴VTL计划之后 已经快两年没有回家的大马游子 终于可以在明年回家过年了 但随着这一项消息一出 恐怕也将会打乱大马游子们的回家计划 和家人团聚过年的心愿 恐怕会再度受阻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